媒体探访中国最大的同性恋组织,两个字,吃惊。 同性恋群体,大概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群体了。 尤其是这两年,围绕该群体的网络纷争更是不断出现。 于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一群体,耿直哥亲自探访了一个中国国内最大的同性恋公益组织。 然而,这次整个探访的过程,却令我吃惊不断。第一个吃惊。 这是一个已经在中国发展了十年的同性恋公益组织,名叫同性恋亲友会。 同时,该组织也被视为是目前中国在规模和影响力上都最大的一个同性恋组织。 所以,耿直哥专程前往上海参加了这个组织庆祝自己成立十周年的大型活动,希望通过近距离的接触他们,更好的了解中国同性恋群体的一些现状。 然而,在抵达同性恋亲友会的活动现场后,耿直哥立刻就看到了令我吃惊的一幕,活动现场竟然有大量陪着自己身为同性恋的子女来参加活动的父母。 而且,耿直哥在这些父母的脸上也看不到,他们对有一个同性恋的子女流露出难堪或抑郁绝望的神情,反而都是幸福的神情。 耿直哥还得知,这些父母不少还在亲友会做着志愿者的工作。 在这次亲友会的活动上,他们还登台奉献了多个节目,并获得了现场激烈的客彩与掌声。 实际上,耿直哥所参加的这场活动,如果简单概括一下,就是一场同性恋者与他们父母的家庭大联欢。 第二个持经 那么问题就来了,组织这场活动的同性恋亲友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为啥他们的活动中会有许多同性恋者的父母来陪伴和支持他们的孩子呢? 其实今天一看到的这些父母,在五年前刚接触到亲友会的时候,还是哭成一片的,因为那时他们还难以接受和接纳自己的孩子。 这次是同性恋,已经在亲友会担任了五年志愿者广州红树林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吴丹勇告诉耿直哥,但过去五年里大家的精神面貌都越来越好了,对子女的选择也从无法理解变成了支持。 吴丹勇说,这种家庭对其同性恋子女态度的转变,与同性恋亲友会所提供的专业家庭辅导和心理援助关心经营。 他介绍说,成立于2008年的亲友会认为目前中国同性恋群体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其实还是自我家庭接纳的问题。 所以,让家庭接纳自己的同性恋子女便是亲友会最重要的工作内容,甚至还为此开通了求助热线。 于是,很多原本不知道该对谁倾诉得知自己孩子是同性恋后的苦恼与压力的父母,自从得到亲友会的帮助后,才发现有这么多经历相似的父母已经走了过来,一下子有了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而在这种蓬佩的帮扶下,才有了今天这些父母对于孩子的接纳以及重新给予的支持和关爱。 吴丹勇对于同性恋亲友会的这番介绍,尤其是亲友会这种具体的,务实的基层工作,也成为了当天第二个令我吃惊的地方。 亲友会的创始人胡志军,又名阿强,告诉耿直哥,亲友会对于家庭接纳的格外关注,其实也与其成立的背景有关。 亲友会的另一位创始人胡佑坚女士,是一位接纳了自己同性恋子女的母亲,她希望其他同性恋者也可以获得这种来自家庭的接纳与温暖, 而胡志军自己则因为没能在母亲生前对母亲敞开胸怀吐露自己的秘密,而倍感遗憾。 胡志军还说,通过关注同性恋者最直接面对的家庭接纳问题,开导同性恋者的父母和家庭去理解和接纳他们, 一个最重要的益处是能让同性恋者在家庭的关爱和温暖下更好的生活,进而可以化解同性恋者普遍会面临的很多压抑情绪,以及这种情绪会导致的抑郁、厮杀以及艾滋病问题。 有多年同性恋群体妨碍经验的胡志军,还在这方面与耿直哥分享了他的一些经验。 他说从前金友会的妨碍工作也只是泛泛地科普,和催着同性恋群体去做HIV检查,但效果并不明显。 后来他发现不少同性恋者是因为缺乏来自家庭和自我的接纳,所以往往会自暴自弃,自己看不起自己,对活着看不到希望,觉得自己不如死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怎么会在乎的不得艾滋病呢? 胡志军说,这也是亲友会格外重视同性恋者被家庭接纳的原因,心变了,你让他不保护自己,他还不敢呢? 一组来自美国的数据也显示,不接纳同性恋子女的家庭却使比接纳同性恋子女的家庭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前者是后者的3.4倍。 另外,前面提到的亲友会的心理咨询师吴丹勇还告诉耿直哥,由于亲友会的工作是让同性恋者可以在父母和家庭的关爱下健康生活,所以不少同性恋者的父母也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通过亲友会寻找可以信任的同性伴侣。 这也令亲友会多了一层健康相亲的作用。 耿直哥在与亲友会的成员接触中,也发觉这些人大多踏实务实,而且对生活的态度也很积极。 因此,有亲友会的志愿者也认为,他们的工作其实也是在为社会的和谐与家庭的和睦天专家瓦。 第三个吃惊 此外,胡志军和吴丹勇也与耿直哥谈到了他们这份让家庭,接纳同性恋子女工作的另一个益处,可以一定程度上化解同妻问题。 所谓同性恋问题,指的是一些同性恋者或迫于家庭传宗接待的压力,或是纯粹自己想要孩子,或是单纯为了掩盖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便选择与异性结婚的一种现象。 由于其中受害者多为女性,这一群体也被称为童妻。 而为了让耿直哥更好的了解这一问题,亲友会还专门向耿直哥引荐了一位被骗婚的童妻受害者。 这位同妻也向耿直哥直白地介绍了她的遭遇,她是一位有孩子的单亲母亲,之后与一名隐藏自己身份的同性恋男子结婚。 可她发现丈夫在婚后与她几乎没有从情感到性关系上的关爱。 这种莫名其妙的冷暴力,直到她意外地发现丈夫在一个名为Lude的社交软件上,与各种男性互相约包后才有了答案。 她甚至还发现丈夫所在的这些同性,约包群里有人在专门指导他人该如何骗婚。 这位受害者还说,她认为现在找女性骗婚的那些年轻同性恋者,更多是出于掩盖自己同性恋身份的目的。 所以,即便同妻在发现丈夫的秘密后提出离婚,这个过程也极不顺利,因为对方会否认自己是同性恋,甚至会反咬女方一口,从而让受害同妻在法庭上什么补偿也得不到。 更有的案例中,这类同性恋者会找自己的好友引诱他们长期冷落的妻子出轨,以此作为是女方在破坏婚姻的依据。 但令耿直哥吃惊的是,这位同妻受害者却对同性恋亲友会的工作很认可。 她说,同性恋亲友会不仅不回避这一同性恋群体的问题,还时常会邀请她为亲友会的成员降数骗婚和同妻的事情,好让大家更好的认识并消除这一社会问题。 另外,亲友会也在为她所发起的一个微臣姑娘,同妻救助工作室提供一些团队建设方面的培训,从而令同妻们能更有效地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亲友会的负责人胡志军也告诉耿直哥,同妻问题的出现也与家庭乃至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接纳度有紧密关联,多是出于家庭传宗接待的愿望或不接纳而掩盖自己身份的原因,尤其在一些乡村地区更容易出现。 而亲友会则希望通过增加同性恋者的家庭对他们的接纳程度,更好的从源头上遏制这一问题。 第四个持经。 最后,耿直哥从一份介绍亲友会的官方材料中了解到,经过十年的发展,这个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同性恋公益组织,目前已经在全国拥有59个分会,和3000多名经过专业心理培训的志愿者,在为30万同性恋人群提供着服务。 其运作资金也全部来自国内渠道的募集,并且定期公开。 同时,亲友会的不少公益活动还登上过央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英文频道,CGTN,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中国外宣工作的一张名片。 不过,令我第四次感到吃惊的,还是亲友会本部所在的广东省的相关部门对他们工作的认可。 胡志军就告诉耿直哥,亲友会一直很重视与官方合作,而广东官方对亲友会的工作内容和务实的态度也一直比较认可。 此前有报道显示,广东省民政厅已经向民政部上报过,关于亲友会在民政系统注册的问题,其中省厅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地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这个群体确实存在,他们的家属确实需要得到关注。 同时,广东省的一些政协委员以及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也在积极呼吁官方不妨多了解甚至接触这个同性恋公益组织,进而通过允许其注册,可以令其在官方的监管与指引下更好的关注和服务中国的同性恋群体。 有数据显示中国总共的同性恋人数已经达到数千万人。 这意味着还有更大比例的同性恋者仍全缩在社会的黑暗角落,而这种负面的生活与心理状态也很容易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与发酵。 因此,吴志军也希望通过与官方部门紧密合作,能令同性恋亲友会更好的引导同性恋人群通过获得家庭的接纳与关爱,而拥有积极健康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